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先做一个市场调查 今天在座有谁之前就看过我的电视节目 买过我的书 听过我的演讲 一个都没有吗 我想要说的是什么 即便我在22个卫视里有60多档节目 包括《非你莫属》《东方直播室》 《爱情保卫战》这样的高手势力节目 即便我的书 37年的年度职场畅销书 即便我每每演讲都上头条 震惊四座 在座一来没有多少人认识我 为什么 选择实在太多 节目实在太多 看的书实在太多 听的演讲也实在太多 选择越多越无重选择 对吧 在座这么多男男女女单身的人数 却越来越多 满届都是创业者 失业的人 却越来越多 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消灭怀才无欲 我们来谈一谈未来的人才观和协作模式 首先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 第一组 说到这一组很有意思 2015年大学生的毕业数字是749万 而今年有所增加 2016年是760万 而另外 他们中间有一半的人一毕业即实业 而另外很好玩的是 2015年3月我记得 雅虎中国宣布关闭 外企逐渐退出中国 裁员350人 两小时之内被围在门口的300多家公司一抢而空 移动互联网 岗位缺食高达400万之重 所以史上第一次 岗位空缺数和失业数同步增长 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 说到这组数据也很有意思 我在今年的年底 我主持全国家庄协会 应该是最高的高峰论坛 有一个家居业的大佬 在演讲的时候说 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家庄的成本很低 人工可贵呢 一个初中毕业的 刷了几天墙头的小工 月平均薪水高达1.5万 如果你跟他说 哎呀小伙子 你看你没读多少书 这个事也挺简单的 咱们这个也不容易 要不你少拿一点 8000 那个人就会告诉你说 8000不行 那不是跟大学生都差不多了吗 北上广深 四大城市 白领平均薪水4700 史上第一次 就是刚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现在是什么 一边哭风一边笑傻 史上第一次 白领的薪水不及蓝领的一半 去读大学不如做保姆对吧 据说一个美甲的高收入的美甲师 月入十万很正常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一边是中国万亿的教育市场 其中继续教育的人口 已经超过了2.6亿 每个人的人均 你们算一下 现在你大学毕业以后 还敢不再读一个东西 你能找到工作吗 所以 这整个的齿轮 一来按照工业时代的发展方式 你是人士级级 你是财务级级 你是说创意的 你是写文案的 大家一栏上工业时代的分工一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在进行着教育 而另外一方面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 超数链接跨界人才 风起游泳地被需求 史上第一次 你可觉得很好玩 中国据凤凰卫视的报道 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 已经超过1.09亿 也就是家庭收入千万以上 按其大大的标准是 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超过3亿 大家都知道 中产阶级改变命运和维持阶级的方式 就是终身教育 所以在中国 中产阶级的人均家庭收入的17% 会被用来继续生长 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 史上第一次面临崩溃 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大学生 有多少人是大学毕业 四年的时光明明知道 毕业了就要失业 读的东西狗屁都没有用 找不到工作 上班也没用 为什么依然在读呢 为什么 因为那个文凭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价值 还可以印影一下 虽然大部分的老板也不看那个文凭了 主要看你干活行还是不行 所以你会发现 在整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时代环境下 我来预测一下 那么未来的人才观 协作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一个万亿的人才市场正在打开 因为旧的时代被翻过 旧的机器转不动了 那么新的机器呢 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转动 怎么样定义人才 怎么样培育人才 怎么样选拔人才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 恒空出现一家企业 就像阿里巴巴改变我们的购物模式 成为改变我们的出行模式 和很多人的努力改变了我们的社交模式一样 一定也会有一家公司来改变我们人才选拔的模式 人才评定的模式 我希望那家公司是我的公司 它叫欢否 我们还有第二个品牌叫约报 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 未来的人和人之间是怎么被互相选择的 在职场范围里 你会发现每每新旧时代交替 其实新旧人物也人番擅长 我曾经想做一个反大学 我觉得四年的青全被浪费在那里 大学有罪 但是后来我发现 如果你没有建立好新的容器 虽然旧的容器已经污浊不堪 但是一旦打碎了 是另外一种犯罪 因为水会流淌出来 所以我就在想 那新的容器应该是什么样了 什么样的容器会更加地澄清和拥有活力呢 我来展现一下我们的一些创想 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和交换 首先第一 教育选拔也性感 应遭灭应试 过去我们都是用考卷 你是人才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发现 就我参加 我们同学三十年 高中毕业三十年 应该还不止了 三十年同学聚会 我今年四十二 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们同学说了一句话 说黄欢啊 你今天站在这里 证明中国的教育有多失败 为什么 因为当年我是学校里 老师恨不得掐死的学生 你们有没有发现 好学生往往没有什么出息 那些老师想要掐死的学生 反而未来很有机会成为人才 那么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教育不够性感 为什么不够性感 它评定的分数 除了分数就是分数 这个标准不对 所以atboss 我们要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们要改变人才的评定模式 首先第一 应该每一个人 就有一个课程表 人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和你一定要在同一个年龄 读同样的书 然后进入那种 很枯燥的选择题模式 应该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我高中的时候 我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当时我爸希望我成为一个律师 他觉得替人做嫁衣 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但我天生都比别人会打扮呀 我觉得那个数学好 对我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我数理化基本都是满分 但是我偏偏就考了美术 就我妈差点没把我掐死 但事后证明 我妈所有不赞许的 这是我日后职业生涯里会发官发财的 我开玩笑说 我当年帮我妈买菜的时候 我赚差价 我爸见到一次打一次 但是后来这就是我经商的基础 所有经商都是赚差价 对吧 而我非常爱打扮和勾引男生 我妈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掐死的 但未来证明 我的这种魅力上发 让我在事业上其实诸多良缘 然后我妈觉得我这种画画啊 这种审美毫无价值 但最后数理化没帮我什么 我的审美在我的事业里 帮助我永远做的东西都比别人漂亮 所以你会去思考未来的人应该是什么样 应该是I love 我喜欢什么 I can 我会什么 I need it 哪些是被需要的 但在三个黄被结合的时候 这个人才才有了特殊的价值 所以第一关你要过机考关 所以我发明了便是机器人 第二关我们叫at boss 先找任务 再找自己 以后的大学生应该是这样了 你大一出来 你就不应该先选学科 你应该先想我要成为什么人 我想为谁服务 我想跟着谁混 然后你就去选择那个boss出的各种题目 去挑战一下 不要挑战你数学可以考几分 物理可以考几分 应该挑战一下 我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十万家的新媒体 我能不能够带领一个社群 完成一个出色的业绩 所以你可能应该到实践中去测试一下 你真正的能力 然后这就用体会之中去找自己需要学什么 这是第二关 到了第三关我觉得更玄乎 第三关我们还叫做什么呢 叫愿景测试 等你真的要上班 你发现在未来 你跟90后甚至00后 你无法用萝卜打棒了 你说我给你一点奖金 谢谢 我开着宝马来做前台 你给我的奖金还不够我的零花 你说我抽你 谢谢 那我就走了 我不可能再经受那种什么残酷的 这种什么压迫式的这种岗位 所以当萝卜和大棒都没有效 什么人力资源六大板块都没有用的时候 唯一还可以形成协作的 就是初心愿景 诗和远方 就是那是我喜欢的 那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选拔也性感 考卷 去你妈的 以后是应招时代 然后第二块 叫教育变奇葩 怪咖 灭大咖 这一边叫郭敬明 我的一个主持人朋友在一次节目里 他叫江小鱼 他跟我说 他说如果寒寒是八十年代的苍蝇飞翔在天空 那郭敬明呢 就是八十年代的苍蝇 他非常讨厌郭敬明 但这是一个他非常讨厌 被骂烂了的 被文化人看不起的郭敬明 拍了小时代 你们看了吗 同一档期 灭掉了姜文 张艺谋 冯小刚 李安 怪咖 灭大咖 这边这个人 日狗狗日 很熟悉吧 王思冲 最新出炉的网红榜第一名 大家觉得他很神经病吧 但他是富二代里唯一 影响力超过爸爸的人 将来要是王健林破产了 王思聪凭他网红第一名的身份 完全可以拔地而起 重新做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世界变得让人看不懂了 你无法理解 那些整容妹 就绿茶婊 她都已经可以靠成为网红 开一个淘宝店 收入过亿 而女博士还在干嘛 人家找了这个郭富城做男朋友 女博士还在干嘛 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你觉得你会读书嘛 起码工作比他好 现在里面工作都不如人了 所以未来的教育 不再彻重培养人的能力 我要开一家网红学校 就叫欢否网红学院 做什么呢 以后人人都要成为网红 你以为雷军每天 Are you OK 他不是在占作网红吗 你以为乔布斯和马斯克 他们不为自己站台吗 所以你会发现 能力很容易获得 而魅力无法复制 所以未来的学校教育 应该不要再教育什么能力了 知乎折夜 秦始皇什么时候死的 直接百度就好 未来的教育 应该侧重在魅力教育上 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那么第三个观点 叫组织变松散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叫超体灭个体 大家看过这一篇吗 如果没有看 回去补习一下 你会发现这一时代很好玩 以前是什么 集体脱体个体 对吗 像我这样不肯被台长睡的 永远都只能做嘉宾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如果组织不培养你 你个人再厉害 像我以前这么冒头 蓝头发 我妈经常跟我讲 哎呀 你这样的人 你到单位去 啊 你怎么办 我觉得我现在活得 比我任何一个领导都好 因为我终于迎来了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超级个人 可以凭借自己的魅力 逊具去纠集什么 资金 人马 去做一件很酷 很有意思的事 有一个人想 我们跟那种百科全书 已经过时了 我们为什么不重新做一个呢 于是就有了维基百科 没有一个人拿收入 比如Tater 他说这个意思特别好玩 TED 我们于是就有了一大堆的志愿者 只要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很酷的想法 你有能力说出来 你会发现马斯克说 我们要去火星 你们有几个人相信自己能去火星的 他信 于是就有大量的资金向他集结 他在思考是不是需要用核弹 然后把这个火星两侧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时残改变一下 让火星变成宜居的星球 然后为了去火星 再开始研究火箭回收技术 需要发射火箭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 我只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神奇的人物 让世界为了他自己 一个很普通的人 因为一个粗色的想法和粗色的执行力 借助一个字典就能够撬动一整个时代 推进一整个时代 所以个人从定义组织的时代已经来临 那么综善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想建立的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做 Apple 重新改变人才选拔的制度 重定义 第二个 红人学院 重定义人才的范围 以及人才培育的方式 不再鼓励制式化工业时代的那些科举式的方式 就是说不再帮助大家 应该怎么说呢 在作坊时代 在农业时代 像作坊一样 大家的那个技术特别的重要 我的烧摇技术和你不一样 所以我的词和你不一样 所以我有一门主传秘诀 我还传男不传女 但是到了这个工业时代的时候 因为蒸汽机 把火车开到世界各地 它是圈地时代 然后电灯 让我们的工作时间无限延长 所以为了配合那些高效率的流水线 我们就把人也当耻人一样 把人当成机器的一个零件 你们有发现 工业时代的人才培育 人事部或者外企的那些人 都像一个壳一样出来的 像我今天上半身很外企 下半身很不符合规范 在我过去的公司是要被扣分的 我们是有标准的职业装 和标准的穿着规范的 是不可以穿球鞋的 然后裙子一定要在膝盖上下 十公分这个滑动 就类似 它是一个标准零件 而到了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甚至如果现在你还在谈连接 还在谈移动互联网 其实你也基本快过时了 因为人工智能时代又要来临 所有可被标准化的 理性的逻辑的计算机都会取代 未来应该是一个 我在美国的那个超级实验室 就是它的这个里头 我已经看到 他们已经跟我在交流说 其实通过基因改造技术和外骨骼技术 超人已经可以被实现出来 所以未来一定是超人 带着轮工智能机器人 高效率地把现在我们很辛苦的物质 全部产出出来 那么那些不进化的人会怎么样 他们会被留在地球当猪养 我们养得起猪嘛 牛养 为什么养不起人呢 所以你也可以不进步 你可以以后更舒服地 在高福利社会继续生活 但是如果你想有所改变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思考 第一个是趋势的变化 从上下游的纵向整合到平台战略 再到现在大家都在做自生态 所以说很多公司从建立之初一开始 就形成了一个小生态 像我们也是人才选拔 人才培育和超红人 愿望经纪人的整个体系 其实也是符合一个小生态的 第二个是规律 生产力进步 整个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 要开始进步 谁是个人部 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谁可能就会得到时代的照酒 第三个是人性 人性永远在个性和共性中挣扎 我们既希望自己非常有个性 又很害怕我太突出了被孤立 所以在个性与共性之中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完美的协调 也就是说 当我们可以以愿景结合 创造性的张力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可能个性和共性在未来 会有更完美的匹配 总之 人类正在进入加速度的更迭计 我们刚刚说下游书航 在杭州出了一个外星人 他特别牛逼地做了 全球和全中国最大的一家公司 叫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花了15年 从零到100个亿 而阿里巴巴的其中一个员工 北京分公司的一个区域经理 叫程维 他只花了83年的 只花了两年半 滴滴打车估值超过百亿 并不是成为比马云厉害 而是这个时代进入了超速度 超速度时代 过去有一个另外一个时代 我就要跟迭记 它叫侏罗纪 侏罗纪里有一种动物 因为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 最终消失 它叫恐龙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 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未来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被选拔了 他应该是先拿到任务 AdWords拿到任务 然后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 他来制定自己的薪酬计划和学习计划 然后它不叫Running 应该是Linking 我觉得学习是很辛苦的 而链接是很愉快的 你要去跟知识链接 跟同业人脉链接 跟协作链接 同时跟环境链接 然后利用协同的这些知识和机会 我们要建一个榜 在这个榜里 你可以看到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力 就像网红也有网红排行榜一样 然后你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想法 和这个世界共振 如果你可以成为超体 那么你的梦想会有无数的东西来支持 所以消灭 人才不育 未来因我而来 谢谢大家